特恩布爾從2015年到2018年任澳大利亞總理 任內曾推動議會通過反制中共滲透的兩項重要法案 並禁止華為和中興通訊進入澳大利亞5G網絡 他認為應對中共 關鍵是不要被其虛張聲勢所嚇倒 特恩布爾表示中共滲透長期目標是要分化美澳同盟 短期目標則是要讓澳大利亞在敏感的南海及人權等問題上 服從北京論調 今年4月澳大利亞呼籲對中共處理病毒疫情問題展開全球性獨立調查 中共立刻對澳大利亞的大賣牛肉施加報復性措施 並警告留學生和旅遊者不要前往澳洲 特恩布爾認為澳大利亞的應對之道就是要對自己有高度自信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道 人民旅民旅民旅似增揚 即將身聲宣傳